曾经已爱我 爱的那么轻轻握握 如今只剩我一个人 看爱情小说 我自己要走 其实你应该是喜欢小孩的 对啊我其实不讨厌小孩 对你弟弟的小孩 如此的照顾应该是 对不对 没有我觉得喜欢小孩啊 跟真的要养育一个小孩 那个等级还是不太一样 外面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对 除非我有非常充裕的把握 就是未来 我可以给我的下一代最好的东西 或者我应该不会轻易的就生小孩 但是也不 我并不说是不想生小孩 我不会这样子 还是顺其自然 对对对 对对的状态 你也是一个 倡导环保人士吗 对啊我觉得 怎么讲啊 我当然不是那种 就是 怎么讲 比如说都吃那种树上掉下来的果子而已 那种那种环保人士 可是生活当中就是尽量 小地方 对少制造一些污染 给这个地球 对 然后写歌的这个男生 威里安 对啊 然后就是 我很欣赏他的作品 然后这首歌 据说是 他据说是写给一个环保课 的一个功课 一个作业 然后却就是被我们这样选到 然后放到专辑里面 所以他自己也觉得很特别 曾经你爱我爱的那么紧紧 我想如果我们回到最初九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你应该没有想过 单纯只想当歌手 没想到现在居然能够在主持节目的这块部分 获得这么大的一个肯定 可是 唐主为什么要退堂了 可以说说吗 其实我跟棒棒堂的缘分真的很深 然后我真的是从来没想过我人生就是在唱歌的这段过程当中会中间跑去开一个这样子的节目 然后一切都是那么的土人 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三年来就是给我好多东西 是我就是当堂主之前我没有体验过的人生 然后尤其是在作为歌手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我主持节目的这个东西 它还是有 它还是有 好像让我有一些变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